十五,大公報五十四校參與深港普通話賽 2015年7月14日教育A18 大公報信 實習記者女子媛報導 新家園深港普通話精英賽日前舉行竭賽及頒獎禮 今年共有419名參賽者 參與學校多達五十四間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金獎由東華三院遼達之紀念小學 元朗、獲得比賽分為初小、高小、非華語初小及高小組 每組設金獎一名、銀獎三名、銅獎五名 眾聲似善社胡陳金之中學副校長劉德銘表示 該校有四分之一是南亞裔學生 希望藉者類活動鼓勵他們多說普通話 比賽籌委會主席兼元朗區區議員周永勤認為 未來十年最多人說的語言將會是普通話 學好普通話對學生有很大幫助 十分鼓勵他們參與活動 主例嘉賓橫有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經濟部副部長楊文明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副總裁朱華 教育局元朗區學校發展組裏拍聰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北京海外聯議會稱委會副主席兼北京市政協財市庭等 靈學院議員附居選urt 中央學院議員附居島